這也是高溫惹的禍嗎 我們來看到印度 印度發生的近年來最嚴重的踩踏事件 死亡人數目前已經超過130個人 大部分是婦人跟兒童 現在傳出了這一起八萬信徒 湧盡的宗教集會意外 跟最近越來越熱的印度息息相關 雨萱 讓我們來看到極端天氣之下 不可思議的印度 釀出了什麼樣不可思議的災禍 居然跟這件事情實在太匪夷所思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講說麥家最近朝聖氣溫太熱 所以導致有人甚至熱摔一些 這我可以理解 但就在印度信徒眾多 因為原本他們所謂的教宗 還是類似從事這種司法職這種人員 換言之他本來是有一個正當工作的 但他說我突然間感受到神機之後 然後開始代表神 號召信徒了 對 號召信徒 就是說就是這樣各位 產生了我們講這個人山人海的畫面 甚至號召了將近兩萬到五萬人到現場 結果發生什麼 不盡悲劇的事件就這樣發生 所以就是這個我們講 有一個人跌倒之後產生骨骸效應 對 最後各位看這個多麼殘忍的畫面 你現在在螢幕上所有看到的都是 不幸罹難的往生者 而像這樣子的往生者 竟然高達130人 所以他們講說官方現在非常緊張 直接用準戰備時期有沒有看到 這些很多要嘛是警察 要嘛是軍人 直接到現場來進行救援 你剛剛提到了賣家1300個人熱死 然後我一直在想 這個彩踏如果不是那顆椰子 那還會有什麼理由跟原因 被我找到了 居然研判可能跟高溫也有關係啊 因為當然因為整個其實想想看喔 整個人山人海的天氣非常的炎熱 可能40度 甚至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你有擠過這種選舉的造勢場 像我以前當記者說常常擠 對 現場的溫度都比你手機看到的溫度 只要高出5到10度 為什麼 因為人擠人大家都散發熱度嘛 而且你看他的活動安排也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的意思說 有2萬人到5萬人對不對 但你全部每個人呢 要擠著這個小道 排隊進去看這個聖者給聖者傳道 那你想想看 就是各位你看現在的畫面 這個有多失控 欸 他們常常會聽到這層踩踏的事件 這個可一點都不理性 沒有人會知道下面埋了幾層人 反正就是一層一層的踩過去耶 各位你還記不記得離泰院 離泰院當時也是類似這種狀況 也就是說當有一個載道 當有一個小橋 比如說當有一個階梯 發生了跌倒一群人倒在地上的時候 後面的他會有產生什麼 比如說我也被前面人半倒 半倒之後開始一群人疊在一起 疊在一起之後就會有尖叫 一有尖叫之後 馬上大家驚慌失措 開始釋散 釋散之後又導致跌倒 所以你就知道整個彩踏事件 就是因為恐慌 以及天氣上的炎熱 導致這樣的結果 怎麼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我們給大家看到是2018年 這個太可怕了 時聖節慘案 這是什麼樣的現場 這個東西 跟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彩踏事件 是一模一樣 就是說人禍 在當中帶著非常高的因素 我們剛才講的 那個是因為全部人要擠進盪魂 而這個不是 他們是辦了這個所謂的時聖節 結果時聖節人潮擁擠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畫面 結果你看他前面辦的是什麼 他辦在火車鐵軌旁邊耶 你怎麼可以離火車這麼近啊 你這就瘋了嘛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當下有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就是要照那個模型啊 你知道嗎 他們要把魔神仔 就是你看他前面是不是有一道火光 有 不斷的火光往天上涮 有 所以大家都想要往前一步去看嘛 是 但人太多的結果就是外溢效應 結果沒有想到溢到的鐵軌旁邊 他們就在罵 你太離譜了吧 所以當所有人在看著那個火光 看那個燒魔神的時候 不好意思喔 有一台列車 就這樣從遠方迎面而來 最後倒是多少 六十一死 而且你想想看 七十二傷 代表有些人是被插撞到 有些人是直接被撵過去 他們現在就在批評說 你怎麼會把這麼盛大的一個時政節 竟然扮在鐵軌旁邊 這麼密集式的恐慌性的人類集體的傷害 或者是滅絕 居然有這麼一次是因為橋塌了 印度還有什麼不能發生啊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印度發生那種怪事情特別多 比如說你看這個橋 重點這個橋不是一般的橋 你說30年50年橋我還佩服你 不是耶 它這個魯比造橋是 砸1.2億的魯比造橋 它是什麼 剛興建的 各位我再講一次 它是剛蓋完沒多久 你知道嗎 弱成錢 就代表說原本已經準備好 大家高要信心的要剪彩 結果馬上幹嘛 隨便一個水過來 而且也不是什麼大 就豆腐渣 是 就讓你仔細看它蹦了要用的畫面 它有沒有一個單一的衝擊點 或單一的崩塌點 沒有耶 它是整個橋都嘴咕咕 代表蓋的時候就沒蓋好 但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不是 連馬路都這樣高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鋪柏油的路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重機巨大的壓面 然後弄過去 結果你看他們這個馬路是什麼 怎麼可以把柏油掀起來啊 結果他們是為了貪圖便宜 直接在地毯上印柏油 把柏油裹在地毯上 我就可以這邊也鋪 那邊也鋪 到處鋪 所以他們就說你開什麼玩笑 為什麼 地毯一對折他會發生什麼 整個柏油就全部掉光了吧 所以你看民眾氣到說 這根本通工減料 我都懷疑你是不是拿這個地毯 跑到這邊先驗收完對不對 再跑到下一個地方 再拿這個地毯驗收完 這邊驗收完之後 柏油就不見了 跑到這邊再驗收柏油 這根本就是人禍所造成的嘛 一片柏油地毯闖天下 豆腐渣 還有豆腐渣這個現場 居然當下喜事變喪事了 我們講喪事喜伴 喜事喪伴 那這變喜事喪伴 為什麼會這樣講 原本大家歡天喜地的印度要這個結婚 對他來講是兩個家屬之間的大事 結果沒有想到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走到一半的時候 旁邊你有沒有看上面黑黑那是什麼 突然間成長怎麼會這樣崩下來啊 這代表他根本就沒有蓋好 因為你成長要崩掉 你的拿媽控 你的這個黏著的 可能根本沒黏著的 再來你也沒有去做地基 所以導致直接壓下來 而且你看啊 所謂的婚禮裡面 很多都是剛好都壓到小朋友 可能是花童 可能是陪伴的這種家屬 都是婦孺 所以非常殘忍 但與此同時 他們還有玩這種我們講的 連遊樂園 這種應該要開心的場合 也一樣出意外 各位就你現在看到 這一樣是位在印度 原本他應該是這個 這個大中版 結果你看來 他往下甩的瞬間發生什麼事情 直接在空中就斷成兩半 他直接斷成兩半啊 那個不是他程式設定的速度 那個是失控自由落體掉下來耶 對 所以你看到 他整個就變成真正的自由落體 原本應該是幹嘛 上上下下 結果他只有上 然後下的時候 就一直下一次 下一次下一次下 砰一聲 然後結果摔成兩半 而且所有的零件 在現場直接解體 所以你知道 包括不只是剛剛那個設備 原本這應該像是 海盜船一樣的設備 對不對 就晃上去 你仔細看他中間那個支點 有沒有 瞬間幹嘛 硬生斷裂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印度怎麼會 你遊樂設施都在偷工檢料 發生這種離奇的事件 而 甚至有人呢 也是一樣 性高裁練的 跑到戶外呢 要想要去野餐 這也是發生在印度 就遇到什麼事情 各位你看 野餐到一半 突然間 吸水暴漲 整個全家人 就這樣 被洪水給沖走了嘛 所以你看 大家最後被沖走的時候 還這個 全部緊緊的抱在一起 但很不幸的 最後變成 事死一失蹤 而不只是這樣 因為我們講 人禍也好 天災也好 甚至是印度 連女主播都受不了 現在各位你看到的畫面 這女主播她不是在睡覺 她也不是在打盾 她是播報到一半的時候 因為實在太熱了 而且攝影棚好像一次冷氣機 剛好壞掉 所以最後直接熱到昏倒 所以你仔細看完這些之後 你就會發現 的確 現在的確是全球暖化 但在印度發生的怪事 跟這種離奇的事情 恐怕世界各地也非常難看見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只有五七暴新聞 請看一天 請但請請提 Sugar